剛好就跟這個強尼泰卜 還有安博非常像 只要先生晚回家 或者是先生私下有跟女同事有傳Line 甚至是在同事聚會裡面 有出現女同事 那太太就會暴走 甚至還會毆打先生 然後在分居的這個期間 其實太太都有找真信社在跟她 去做啊 有一次是跟這個同事聚餐 然後在同事家 找真信社的人跟幾個朋友 就破門而入 然後就是毆打這個 那也沒怎樣啊 就是聚餐啊 那太太就懷疑 而且這個太太 他其實不是第一次懷疑這個先生 跟女生在一起 他一直都有懷疑不同的女生 所以可能懷疑A 有時候懷疑B 有時候懷疑C這樣 好萊塢的巨星 強尼泰卜跟他的前妻 Amber 他們的官司走向白熱化 強尼泰卜他指控 這個他前妻 歇斯底里在床上亂大便 歇斯底里 柴頭哥怎麼說 對不對 真的在床上亂大便你知道嗎 大廚真的嚇死他了 而且還用那個玻璃瓶 害他指頭斷掉了 而且外遇小王 那個小王是誰你知道嗎 誰啊 他就是世界的首富 馬斯克 怎麼可能 安伯說強尼泰卜 在門口尿尿 對 你有沒有掏出那個 什麼在門口尿尿 我大便你尿尿 對不對 剛好是一對對不對 甚至還大打出手 案情真的昏迴路轉你知道嗎 來… 子欽律師你怎麼看 我剛好有個案件 剛好就跟這個強尼泰卜 還有安伯非常像 我的當事人其實是去年找我的 是 他找我的時候其實這個案件 已經鬧上新聞 然後就是新聞標題很手動 因為他是公務員 他就寫說 政府官員跟小三共逐愛情 好 然後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其實有點進去看 然後這個新聞的畫面都是這個 原配打小三 原配打這個先生的這個畫面 因為我當事人他其實有跟我 擔保說他真的沒有外遇 所以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看一下他這個案件 我就把他相關的事證拿出來看 然後包含LINE對話記錄 包含相關的照片等等 才發現其實這個太太 她其實一直在懷疑先生外遇 只是懷疑 對 然後再加上這個先生 雖然是公務員 可是她畢竟她是要加班的 然後她不見得是 每天都是一樣的班 她是需要輪班的 所以她回家時間很不固定 然後就會引起這個太太的懷疑 疑心深暗鬼 沒有錯 就是所以她只要每次晚回家 或者是說每次跟同事聚會 而走路怪怪的 或數量不對 什麼東西的數量不對 金錢 對啊 你拿去買什麼東西了 亂買東西 難道我會說是金蟲嗎 我們都很正經 我們這裡都很不正經 然後他還要很正經的 繼續講下去 不好意思 您說 然後所以他就會看這個先生的LINE 然後我就發現他其實 太太就一直在懷疑 所以只要先生晚回家 或者是先生私下有跟女同事有傳LINE 甚至是在同事聚會裡面 有出現女同事 他先生他太太就會暴走 不可以 對 然後就會就是言語霸凌 然後甚至就是家暴 然後甚至還會毆打先生 不可以啦 然後他還會跟先生講說 你這樣憑什麼當我 當我老公 憑什麼當小孩的爸爸 這樣日子過不下去 沒有錯沒有錯 所以後來這個先生 他就是提起了離婚訴訟 他真的待不下去家裡 他就離開家裡 然後在分居的這個期間 其實太太都有找真心社在跟他 繼續說 沒有錯 有一次是跟這個同事聚餐 然後在同事家裡 那現場也有這個女同事 別的同事 也有別的同事 然後也有女生在 然後這個原配他就 就是找真心社的人 跟幾個朋友就破門而入 就是毆打這個 那也沒怎樣啊 就是聚餐啊 太太就懷疑 懷疑說這個先生 就是因為現場這個女生 才跟他提離婚 而且這個太太 她其實不是第一次懷疑 這個先生跟女生在一起 她一直都有懷疑不同的女生 所以可能懷疑A 有時候懷疑B 有時候懷疑C這樣 那這已經是一種心病了 她是不是生病 她可能有一點不安全感這樣 所以她很多人說 她其實有一種親密暴力 英文叫做什麼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她有親密暴力的這種行為 對 所以先生才真的受不了 提離婚 對 然後後來這個案件發生了之後 這個太太她就是還 對 然後還要求說 要先生賠兩三百萬 她不能工作 對 所以她這個先生 其實因為她是公職 所以被檢舉之後 她其實有影響蠻大的 這種老婆賣血 都賣兩百萬來給她了 真的 賣血賣兩百萬 回照 回照 對啊 formula 我們也許擁有 我們可以做什麼的 我們可以做嗎 我們可以做一個 我們可以做什麼事 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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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僱